男神的眼神 男神的MV的创意 其实不是一个 幻想男神的过程 就是男神这样在身边 他反而是让你遇到 各种男神 最后才发现 谁才是你的真命天子 这样的一个很有趣的过程 所以我会遇到不同的男神 不同的职业 不同身份的男孩子 最终才发现 哦 原来 其实真的男神就在我身边 他一直在默默地为我付出 这是一种很有趣的寻找和表达 所以大家也会看到 我在MV里面比较夸张的表演 遇到的男神 就是有muscle的健身教练 身材很好 很强壮 可以保护我的那种 其实小女神就会幻想 有这样的男神嘛 但是真正拍摄的时候 那个大力士男神 有点扛不住我 因为本人并不是 体重较轻的那种女神 就是有muscle的那种 会遇到这个时代里会认为高富帅的男神 人人都会幻想的那种 你可以把它设定为他就是明星 这个男神是明星 然后你也会被趋光灯所闪耀 然后你的生活也会被放大 你也会体验男友是明星 自己也是明星的这种感觉 还遇到了一位男神音乐家 很浪漫的那种 因为女生希望的男神都是很gentle 很浪漫 很唯美 所以音乐家男友是最符合 这样子的男神的标准的 而且在月亮上给你弹吉他唱歌 这样美妙的画面 以前只是会想象 没想到在拍MV的时候真的实现了 觉得太开心了 还有一位最普通的男神 他就是一个VTU 一个服务生 可是原来他早就出现在我的生命里了 所以最终我又回到原点 找到了属于我的真正的这位男神 特别特别的甜蜜 如果是给我选的话 我也会选这位服务生男神 作为自己的真命天子 因为他是真心对你好的那个人 最适合你的 对你最好的那个 他才是你生命当中的男神 导演给我配了四位大帅哥做我的男神 跟每一个人就是拍摄情境的时候 我都会特别的兴奋 特别是最后的服务生男神 好像还是在泰国念书的一位大学生 也参与了很多广告的拍摄 长得非常帅 好纯真哦 我现在都觉得 看到他就会情不自禁嘴角上扬 其实导演在帮我选男主角的时候 也是费尽了心思 尽量也要跟我搭 然后跟整个情境是符合的 所以是一个非常开心的拍摄 男神的舞蹈很俏皮 但是又很甜蜜 它是比较甜蜜的舞步 这一次的编舞呢 并不是找我熟悉的团队去做的 而是完全交给泰国的团队 练舞反而没有那么辛苦 是因为这次的舞蹈呢 并不是以难度为主 而是以一个MD呈现出来的 整体的效果为主 导演他只会把他需要的某些段落 编舞的部分让你去练习 要不是把整个支舞跳完 再加上泰国的舞群 专业的舞群的衬托 气氛特别的融洽 而且他也会给你专门 在现场也没有编排 让你solo的部分和舞群的互动 这个也是曾经拍MD 不敢去尝试的 也许我一天会拍的 不敢在你的背影里 一分钟 这一次为了配合我们整个MV 呈现出来的复古的主题 所以无论从服装 造型 法型 还有地点的选择都很复古 我觉得造型很过瘾 而且我从来没有尝试过这样的复古的装扮 有四个男生出现 我起码有四种不同的造型 就不是说美丽啊 漂亮啊 它很有趣 看整个MV的时候 你会有一种看电影的过程 女生也会有代入感 去想象一下 你跟这样的男生在一起会怎么样 当然整个MV非常非常的浪漫和有趣 颜色也很鲜亮 我自己非常喜欢 我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共同的回忆吧 就是在你成长的过程当中 你无助的失忆的时候 觉得这个世界上 没有人真的理解自己 你就只好通过对一个偶像的幻想 来获取继续向前的动力 其实这里说的偶像并不单单指 你喜欢的某个明星 这个人可以是你生命中出现的任何人 他身上散发出某种光和热 在某个机缘中成为你所需要的源泉 这个人有可能是你喜欢的高年级的学长 有可能是你的父亲 甚至可能是某个素未谋面 却为你挺身而出的勇敢者 陌生人 这些男神的化身 是你渴望被保护的心 在外界的一种投射 这些男神们的出现 还有那些有爱的瞬间 乃至某个和你无关的举动 其实都可以让你找到一种生存的意义 我也愿意相信某一天 这种对偶像的崇拜和渴望 会转化成你对生活的另一种爱 因为它让你知道 你有能力去爱一个人 这种虚拟的爱 就是男神的虚拟爱 其实是一种很好的爱的练习 最后我想说 男神对你的仰望 是一种力量 谢谢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